高雄轻轨列车现身在大顺路新路段 一早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载着工作人员们与高雄市民的期待 轻轨列车缓慢的前进 在路上啪啪噪展开了行车测试 列车将会分段进行动态测试 首辆轻轨列车自C24车站拉行进入雨斗树路段 进行车辆行车净空检查 并且确认是否有义务侵入 索性经过实际测试之后状况良好 之后也展开C24到C32路段的行车测试 主要测试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冷滑行跟热滑行 就是我们Cold Slide跟Hot Slide 这样子的一个滑行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确认我们轻轨的列车 在我们轨道上行驶上 不会去碰到任何的我们的设施物 跟参观的一个结构物 那目前经过今天早上的测试的话 是状况非常的良好 都没有相关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会持续分段的 在我们这沿线5公里的部分 就陆续的在做一个测试的一个部分 轻轨列车正式驶入C24站到C32站路段 未来将持续测试车辆 与机电各子系统间界面功能 确认供电 耗制和通讯等 系统间的功能运作安全与正确 完成后将接续进行系统整合测试 与系统稳定性测试 我们还会针对整个供电 耗制 通讯等等 相关的一个项目去做一个测试 那整个包括单体测试跟界面测试等等 我们还会做整合的测试 那预期我们在今年的12月初 我们会办理我们的初刊 那在12月底的时候会办理旅刊 并取得营运许可 预计在明年1月元旦过后会进行试营运 在正式通车之前 轻轨列车都会不定时 与大顺路段进行各项行驶测试 透过各项测试与检查 以确保实际列车通行的时候 车辆车体万维 不与路线周边各项设施 直载或物品产生抵触 让未来民众在搭乘轻轨时 能够安全无余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